年薪百万 财富自由 无数中国女人为了出国挤破了头 国外的世界真的有这么好吗 这几位中国女孩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答案 这位是在日本工作的石女士 与她一同前来的还有很多中国人 他们用亲身经历 揭露了在日本打工的真实现状 这个中国小姑娘名叫秀秀 她在日本的一家工厂工作 老板是一位年过半百的日本老头 胁迫 压榨 侮辱 经常在秀秀身上上演 为了工作 秀秀一忍再忍 像秀秀这样的中国女人并不是个例 这位中国大姐在日本打工四年 除了那寥寥无几的工资 还落下了一身伤痛 拖欠工资 以限制人身自由 惨无人道的加班制度 她全都经历过 在日本一家小作坊工作的她 天不亮就要开始工作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可以下班 几乎全月无休 而这种暗无天日的工作 每个月才能拿到五千元的工资 甚至还经常遭到日本老板的破口大骂 让他们滚回中国 工资低就算了 还经常拖着不给 直到这位大姐快回国时 在中国律师的帮助下 才要回属于自己的那份工资 竟然在日本的待遇这么不好 为何还有许多中国人想去日本呢 这是因为我们都被日本的表面现象给骗了 日本的老龄化严重 他们急需国外的劳动力 于是就把招工待遇说得天花乱坠 导致一些人轻信了他们的花言巧语 不惜离家万里 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日本打工 当然这也只是一部分现状 那么那些来日的中国女留学生 在日本会不会过得要好些呢 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接着往下看 你知道中国女孩在日本是怎么生活的吗 这位女留学生叫西西 年纪轻轻她却嫁给了 大她44岁的日本男人 西西的家境并不好 就连来日本留学的钱都是借来的 为了学费 她身兼数职 白天在学校上课 晚上就去夜店打工 经常奔波在日本的大街小巷 一年后 她嫁给了大大44岁的日本老头 开着新买的跑车去学校上课 这个日本男人对西西很好 西西为了签证 退学和她结了婚 每天过着相夫教子 衣食无忧的生活 可就在两年之后 他们离了婚 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她 只好继续回到夜店打工 原因很简单 因为西西中途退学 没能拿到毕业证书 没有公司肯要她 其实像西西这样的留学生 还有很多 他们为了能留在日本生活 被迫投身风俗业 他们以为日本会像 宫崎骏电影中的那样 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们争着抢着想去日本 可却被现实狠狠抽了一耳光 然而也并不是 所有在日本的中国人都会这样 这只是一些个例而已 说到底 还是经济和能力 决定了他们的遭遇 据统计 我国在日本定居的总人数 达到了60万人 大多数人的生活也过得很安逸 说完日本的 我们再来看看韩国的 不要眨眼 他们的遭遇 绝对会震碎你的三观 你知道生活在韩国的中国女人 为了生活都干些什么吗 拿着刚发的工资 这位中国女人哭得梨花待遇 已经来到了韩国三年的她 白天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 坐在办公室喝咖啡 下班就脱下工装 奔走在灯红酒绿的韩国街头 为了生活 她一次次隐忍 其实像她这样的女孩 在韩国早就见怪不怪 韩国疫情的爆发 更是把这些中国女孩 推入了深渊 她们没有工作 只能租住在地下室 甚至有的女孩 为了能找到好的工作 不惜去整容 冰冷的手术刀在脸上划过 为了漂亮的脸蛋 她们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其实韩国最出名的 不只是整容 还有风俗业 大家还记得 韩国的恩号房事件吗 一群有钱人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胁迫 未必利用一些年轻少女 按照她们的想法 做出各种不雅的动作 把一个个花鸡少女 逼上了一条不归路 她们有的是初中生 有的是精英白领 可她们却还以此为荣 乐此不疲 虽然她们最终 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但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 还是把韩国 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彻底撕下了韩国繁华 背后的遮羞布 当然了 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 小编相信 这种事件会越来越少 每一个公民 也能在法律的保护下 安安稳稳地过生活 看完这些中国女孩 在国外的遭遇 大家有何感想呢 国外的月亮 并不比国内圆 就算外面的空气再响 那也终究不是自己的家 只有祖国 才会无私地对待 每一位人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赞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